今天講的是小老鼠的小老鼠的閃亮聖誕夜 閃亮聖誕夜 聖誕夜 我最喜歡這個聖誕樹的好漂亮 要先開燈 好可愛 後面有開燈的喔 醫生 大家可以去買 好惹吧 你開好了嗎 有開了 有亮 你看 哇很漂亮對不對 已經是平安夜了 但我還是覺得不開心 小老鼠嘆了一口氣 唉 你可能需要一點閃亮亮的東西 岩鼠說到 岩鼠是這一隻 這是小老鼠 可是小老鼠還蠻大隻的 你說的對 我的家裡黑漆漆的 那一起去散散步 找出亮亮的光吧 這隻是什麼 螢火牆 嗯 小老鼠 小老鼠你很快就會開心起來的 快看 兔兔家有三顆 一閃一閃的燈泡喔 哈囉 你們有去玩學嗎 兔兔打著招呼 要找更多發光的東西 我也一起來幫忙 這隻欸 空虎 在高高的山坡上 他們遇見了狐狸 狐狸在哪裡 這個山谷有著美麗無比的景色 狐狸說 你們想要看閃亮亮的光 這附近到處都是 往那些窗戶瞧一瞧 他們全都在閃閃發光喔 嗯 好亮喔 他們頭頂上的星星也一閃一閃的發亮 越來越有聖誕節的感覺了 小老鼠說 歡來了 這隻 並對小老鼠說 我找你好久 趕快爬到我的背上來 我們一起去 一起回去你家吧 哇 哇 這是什麼 三角形的是 色彈 有個 樹 色彈 樹 打 對 你看 有很多 這樣 對不對 對 當彎過街角 猜猜他們看到了什麼 聖誕禮物 哇 小老鼠在驚喜的 增大了他的眼睛 是一棵最大最美麗最閃亮亮的聖誕樹 喔 謝謝你們 我的朋友 這真是最棒的聖誕節驚奇 哇 大家都來跟開啟過聖誕節了 你看雪花 短短 嗯 裝飾聖誕樹的啊 好了 這就是 這就是 小老鼠的閃亮聖誕夜 他們就是 有 閃閃發亮的燈泡 跟著小老鼠在寒冷的冬夜裡 為即將到來的聖誕節 點綴溫暖閃耀的光芒 講完了 為什麼小老鼠這樣 都是暗 黑黑的啊 它沒有燈啊 我想要打開來吃吃嗎 它不能打開 就這樣而已 那螢火蟲可以 飛去裡面呢 它螢火蟲不想進去啊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它好無理 好啦 這樣完了 小朋友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訂閱和分享 好掰掰